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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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溪河盘出 种下了因果 世间的奈何 明明就割 倘若燃尽星火 总共守天下如何 历历过过 唯有相思寄托 我念着你 深深济流 无面中停泊 人间烟火 星河暗涌 沦陷与你流转眼波 我念着你 三山石盆 奈何交变过 看月色长夜 云你佻佻佻佻佻佻 一高楼望我 看月色长夜 云你佻佻佻佻佻 一高楼望我 人安乐一席红衣 与太子殿下十指相控 又含情默默地看着他英俊的脸颊 然后说道 公子莫怕 现在既已上岸 你我身后便是安乐战 从此以后再也无人 吵吵吵吶 吵吵吶 吵吵吶 吵吵吵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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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仁安乐是来当太子妃的 好 店子 你说那日狩猎宴上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是谁罢这种事我来说 里面可有个肆无忌惮的草莽英雄 你说的是仁安乐本尊 那他这么做是图什么呢 他虽草莽但却聪明 辅入京城便懂得利用民意人心造势 原来如此啊 他可真是厉害啊 只可惜没用到正途 就是啊 干脑别的什么不好 非要拿来羞辱我们家太子殿下 民间多忘事 他若不继续生事 等过阵子便风平浪静了 但按照他的性能 他怎么会不接着行风阻浪啊 我会想办法 不让他晃腾太久 小姐 这座宅子离太子府只有咫尺之遥 西行不远呢 便是三省六部与九四五间 此外 还有一条密道 他果然信息 将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小姐 你在狩猎场邱家太子的事情 外面都传疯了 这酒馆里说戏的 茶馆里热议的 你看 还有这么些个画本子 咱们在京城啊 那可是一举成名了 这些画本子虽然看起来很肉麻 但的确是有些用处的 可这百姓们好歹还有个小 哪像那些大臣们呀 他们可收了咱们的银子 按道上的规矩来说 这可是买路钱 结果他们呢 居然连大门都没让我们借 这个亏可吃大了 难怪小姐说你没出息 咱们的安排奏效了 我们初入京城 他们肯收东西已是不错了 韩忠元带小姐态度不明 他们此时 是不敢贸然同我们结交的 无妨 大路朝天 何该为我仁安乐而开 再说我仁安乐的嫁妆 是三万水师 而他太子陪上的 却是整个大景 那竟然女水匪 竟妄想做太子妃 最近弄得满城风雨啊 连说书先生都在说这档子事 不过在寿烈宴上 女水匪身受不错 华真 属下在 今日带回来的犯人 处理得如何了 回禀洛大人 铁瓮已经放在刑房了 不过一僧皮而已 你吩咐下去 将它装入瓮中 塞满碎冰 几个时辰后拔出来 保证它拖得干干净净 是 下去吧 紫园 seasonen 你听不懂 给你 你听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洛明熙 认不出我了吗 不是 我只是在想 我该叫你紫月 还是叫你安乐 与寒家有关的名字 就不要再提了 叫我安乐 仁安乐 好 安乐 任他清风明月 我自安康常乐 这可是你给我取的名字 这几年间 你再朝我再也 辛苦你为我争取十年养精蓄锐的时间 那还得多亏地家家主 让我将地家之剑献给韩中原 若非这样 我又怎会如此年轻就官拜刑部尚书 如今你先是三万水师求聘 又在春寿宴上亮相 这京城已经传遍了 有代山上的弟子园在 我就是贪恋太子美色的人安乐 这场昏求得越是轰轰烈烈 我越是能做我要做的事 安乐 这寒夜每隔三个月 都会往代山上送礼物和书信 十年未曾见到过 如此便能消除韩家对我弟家的灭门之恨 洛明夕 我是等了十年要复仇的任安乐 不是等待太子殿下垂帘的弟子园 你确定已经准备好了吗 我弟家上下横死之夜 我一日未曾忘记 韩中原 你可曾想到 弟家孤女 会在十年后归来见你 调查的结果如何了 陛下 任安乐与太子相遇 以三万水师求嫁之事 与太子所述分毫不差 这任安乐 果真是奔着太子而来 是啊陛下 陛下 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议论 这个任安乐 究竟能不能当上太子妃呢 为何当不上 太子殿下赠礼戴山十年未断 故此 当年太祖向帝韩一家 天下共治 可是朕哪 继位还不足六年 这帝家就举兵谋逆 偏偏太子端着先帝的遗诏 将这帝家的孤女 硬生生地给护住了 这样朕真是难做啊 还是这个有趣啊 赵福 奴才在 传朕的旨意 明日让这个任安乐来见见朕 朕倒要看看 这个口口声声 想成为太子妃的靖南水匪 究竟能不能降助 我这个冥顽不化的皇儿 这古余年坑杀帝家八万将士 又害帝家诸九族 他罪不可舍 韩仲远却念他枪害帝家有功 放任他权倾朝野 重臣攀附 不过 韩业和右相未见 行的是正当 跟他势同水火 你已求许太子妃入局 所以这太子当是同盟 那下一步便借力打力 大理寺 这大理寺由古余年把持 拿捏各家后路 所以你的第一步 就是要拜大理寺绍卿 最好还能有一个案子作业 深入到古余年的党羽之中 我刑部正有一个案子 林聪杀人案 爹 爹 求求你 让大理寺把林聪放了吧 林聪将一名剑生活活打死 可他 太子和刑部都盯上这事了 林聪他爹这些年 可为你做了不少提及的事 侯爷 刘 在 去大理寺跟裴詹说一声 让他把那个林聪聪刑部捞出来 是 刚才听到了一件趣事 仁安乐 那个大肆宣扬求嫁太子的女水匪 不过听说是个美人 这要是能收来做个切实 满脑子就这点东西 我 三万水师不容小觑 哪怕求不得太子妃 陛下也必会为以要职 若我没有猜错 大境恐怕是要有第二个女官了 第一个地价不也全都没了吗 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孤女 还被关在戴山 不足为惧 弟子元只要活着 早晚会找我付出 仁安乐当上太子妃 总好过罪臣孤女 仁安乐要是可以拉拢过来 倒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 不妨让她来我的地盘 看看她到底识不识相 林聪杀人一案 查得如何了 这案子倒是简单 当日林聪便招了 但没到半个时辰 就被转到了大理寺 这大理寺是中义侯的地界 想必侧门 正连着林府的府门呢 中义侯纵容陪战 在大理寺网罗罪名 疏通关系构陷对手 可不都在她的掌控之内吗 殿下领三法司 行的是正道 可你架不住 中义侯的歪门邪道 臣有心杀敌 但我无力破局啊 我看 想要对付中义侯这种 尖较疲赖的禅臣 就得找个更鸿不铃的来 你是说任安乐 是 任安乐 他不仅是名良将 还能助我 将大理寺这潭死水搅混 那臣要恭喜殿下了 一来 平白无故获得了三万水师 二来 又控得了太子妃之位 这三来 或许殿下找到一枚好钉子 可以歇入大理寺 陛下 任安乐 已经在外边候着了 看你这样子今天路上 很是不太平啊 一介乡野女子 您可要小心哪 等会儿 可千万别冒犯到您哪 行了 叫他进来吧 宣 人安乐 安乐这人安乐 参见陛下 你 贵侠 贵侠 敢这么盯着朕看的 你还是头一个 见到陛下我才明白 太子殿下是原和荣冠中原的 太子殿下很英俊 但是小女也不赖啊 陛下 您觉得我跟太子殿下可还相配 你说的这事 朕可做不了主 这太子啊 自己会有判断 您可是皇上 您说配就是配啊 我这回就当是丑媳妇来拜见公婆了 说到公婆 这媳妇可不得给公公敬个茶呢 你 我懂了 还没成亲之前是不能敬给公公茶的 对吧 赵公公 怎么了这是 我说的是他这个公公 不是您这个公公 陛下 陛下 你没事吧 很轻啊 陛下 你轻啊 很轻 陛下 你没事吧 快喝口茶 陛下喝完了这口茶 就代表着承认我跟太子殿下的婚事了 然论 陛下面前不得无理 你招惹回来的这个姑娘倒是挺有趣啊 让陛下忧心 是臣不孝 太子殿下 无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还有弥补的机会 不如陛下就让我们立刻成亲 我们三年抱俩 荒唐 朕倒觉得你们两个 也算是情投意合啊 那就这样吧 朕就封你个美人当当如何 小女不愿 虽然我与太子殿下干柴烈火 共度益休 等等 太子 她说的是真的 陛下 任姑娘出身陆林 个性自已 用错词语还请见谅 臣劝蒙任姑娘相救 此行圣龙 在下鸣聚于心 但婚嫁之时 殊臣实难草率盈远 太子 可安乐是三万水师求太子为位 算了算了 再这样僵持下去也没劲 要不这样吧 这三万水师呢 我照样奉上 一 我不要奉上 二 我不要军功 我只要陛下给我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太子殿下既然不想将太子妃一位给我 想必他肯定是觉得 我跟他身份不匹配 能力不匹配 性格不匹配 如果我能跟太子殿下 共处一室的话 说不定 他能对我日久深情呢 刮目相看 原来你是想跟太子一起做事啊 对 但是有个丑话我得先说在前头 我对这官场不是特别熟悉 所以我想要找一个 事少钱多离家近 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差事 这样呢 我也可以 天天跟在太子身边 这大靖女人入朝做官 倒也不是没有先例 那太子你一下如何 陛下 臣目前赞礼三法司的事务 既如此 不若让人姑娘 暂任大理寺少卿之位 学学大敬朝臣的处事之法也好 然儿了 你觉得大理寺少卿一职如何呀 好名字 大理寺这个名字好 多谢公 多谢陛下 陛下 您当真要这女水匪做大理寺少卿 就不怕她有着性子乱来吗 一个小小的女子 竟然让东迁的水军闻风丧胆 此人定不简单 总是利剑也是危险 总是危险也是利剑 伤人杀敌 就看到底要怎么用了 我看这案子呀 就差不多了 是啊 是啊 任大人请 裴大人 任大人 来 来 来 今日是我第一天任职 大家对我这个大当家的 有什么 少卿 少卿 大家有什么给我这个少卿审的案子呀 哎呀 哎呀 任大人 今日大理寺已无剩要事 开办的都办完了 哈哈哈哈 无剩要事可不行啊 要不 大家就搞点事情出来吧 这 这不闹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呢 说到让我来大理寺的时候 我还以为这是一座庙呢 后来殿下跟我说啊 这是办案的地方 所以啊 我必须得赶紧找点事情来做 不然的话 我就当不上太子妃了 任大人 在下黄埔 与任大人同为大理寺少卿 今有公布郎中邻国中之子林聪 最后杀人一案 隔着大理寺已有数日 尚未结案 哎呀 你干什么晃谱 这林聪一案哪 就是一行人 久后推丧自己不小心 爹死了 你看 我自己写的 上面清清楚楚 是 是啊 请你记住 你是少卿 来 任大人 来来来 您来得多是时候 只要您哪 在这上面写上您的名字 就算完成一件大事了 真是没想到啊 我这一来 裴大人就给我找了这么大一个案子 好 那咱们就结案了 嗯 杜大人 各位大人 巫师都回去吧 走吧走吧 那我们走吧 任大人 钟义侯可是对您赏识的景哪 哎呀 这钟义侯既然这么赏识我 那我可得好好表现才是 那替钟义侯 谢谢任大人了 哎呀 哪里都花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处得像个鬼影 为护作诚 古云年 林聪就当我仁安乐送你的见面礼吧 来 殿下 参见太子殿下 殿下 我以为这人安乐来大理寺 必然是鸡飞狗跳 没想到现在 安静得很啊 这一路走来 我倒是撞见不少 托词说自己身体不适 想要回家休息的惯例 那殿下 这怕不是一个好大的烂摊子 说来仁安乐 到底只是个乡野女子 万一禁不住诱惑 投靠了钟义侯 那也未可知啊 小人族产妹 君子无才计 那也不对啊 他一路以来对殿下你那么 能统帅三万水师 扎根靖南这么多年 他绝不会是那般肤浅之人 殿下的意思是 善于伪装 对于如今的大理寺而言 倒也是好事一桩 温叔 在 待会儿去马车上 把东西搬过来 好 裴大人 你怎么 太子殿下你怎么过来了 该不会是 放心不下我吧 我是放心不下大理寺 怎么这里只有你一人啊 那还不是因为我每日前程的祈祷 希望能够跟太子殿下有些独处的机会 你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म求无数 就是 是 毫度也在 也是 欧阳 你我们的 这箱子不是真扯吗 殿下 美好的机会还真是转瞬即逝呢 殿下 你要的东西我们送过来了 殿下原来是来给我送礼的呀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 殿下送我的礼物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这可是你说的啊 那当然啊 是什么大镜 大镜律书 这这这什么写什么 几冤昭雪记录 和大镜法刑 为什么这么多 殿下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大理寺 长邦国哲裕详行之时 你既然做了大理寺少卿 自然要熟读刑律典籍 滥熟于心 方能应对自如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职位啊 还有啊 这些 和这一整箱 都是你答应了殿下 要好好珍惜的 七日之内看完 一个月之内背书 这也太难为人了殿下 我算是明白 殿下的用心良苦了 阿乐呢 十字不多 接下来还要多多请教殿下 想必殿下这苦苦一番作为 是想要增加我们俩独处的时间吧 荒唐 任安乐 时间紧迫 我先教给你一些实用的内容 时间不紧迫 殿下可以慢慢地 一个字一个字来讲解 这是一些应对预送的小技巧 叫做舞厅 什么厅 舞厅 你厅 我听 她听 还有什么听 一约辞听 是指听其言 二约色听 是指观其色 我懂 这个我懂 这前面这两题 我已经充分地运用到了 我之前 见到殿下的时候就知道 殿下的声音很好听 殿下也很好看 三约弃听 是指闻其气息 说到闻其气息的 这话我好像从来都没有闻到过殿下的气息 做好啊 四约耳听 是指观其听灵 五约目听 是指观其眸子 你有什么 观其眸子的话 殿下为何要躲开我的视线 难道殿下心虚了 我又不是囚犯 你不必用这招对付我 可是我觉得 这个舞厅好像适用性很广泛 殿下 殿下 我刚才好像看到你的眼睛了有我的样子 メモ 仁安乐 别闹了 拿上书 我带你去玉璃练习 干吗 包袱我调戏你啊 你不说我可认了 有意思 殿下 大理寺少卿 仅次于大理寺卿之旨 你每天除了要审断预送 还要掌管四冲三百余人 绝非是儿戏 既然我掌管了这么多人 太子李仪对我客气点才是啊 我是来教你的 太子这话的意思是不想对我客气 也是 客气是礼 不客气才是情 殿下这就走了 我来送送你吧 慢慢地走 慢慢地上 他不做了 干吗 我扶你你害羞啊 你这一程是不是送得有点太远了 我听说古人送人都是要送到郊外的 怎么殿下反倒不感激我 还嫌我送得久呢 虽说这京城繁华吧 但是这人是不是也太多了点 这几日乃大靖三年一次的会事 自然热闹 走开 走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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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真会气 闹事之中这样骑马 与行凶有什么区别 就凭你 也值得我行凶 你 我们都是正途之士 你竟然如此无礼 就是 我当是什么人 这么有眼不识泰山哪 原来就是两个 外地来的臭举子 什么 别让我这么说话 这么说话呢你 别安了 殿下拦不住他 拦我做什么呀 你出入京城 不可四处疏敌 就是因为这些富贵人家四处横行 遭殃的才是这些百姓的 难道让我睁着眼 装看不见不成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告诉你们 今年的会事 本小侯爷胜券在握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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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们 京城居大不义 我奉劝各位 赶紧滚回老家去吧 你 你 什么人 什么人 他就是 燃了 你长三万水师 万不可舍在此处 原来殿下心尖尖上的人是我呀 我 我 你当着闹事只有我们二人吗 好 燃了 殿下 我要一个月都不洗脸了 黄疼 你送得够远了 回去老师背书 哎 殿下 他怎么想啊 小姐 这后面有个尾巴 跟了我们很久了 要不要 收敛以后就跟着我们了 太子府上查太小姐的 不用理他 既然他想看 就让他看个彻底 岳叔 你继续盯着 殿琴 咱们去个好地方 好 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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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实在不是你投户功力变弱了 而是这罐子 已经满了 这里面有二十二支笔 今日这一桩 是我记下的第二十三桩命案 连这罐子都知道 恶冠满盈 已是装不下了 这忠义侯 不择手段 普通的方法 根本对付不了他 忠义侯不除 大惊忠实难拧 殿下 殿下 那就先看看您安插进大理寺的 是招妙器 还是招臭器 是 殿下 属下探访任大人数日行程 京城三坪以上官员 他都下过拜天 日常行迹 看不出端倪 只是 任大人 现在去了陵香楼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灵香楼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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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香楼 陵香楼 这陵香楼 我听说是京城最有名的销金窟 进门听曲喝茶 都要身家喝银子傍身呢 我听说这儿的头牌花魁琳琅 明洞全程 但却少有人见过其真面目 殿下殿下 你看 这陵香楼居然开了 你和任安乐的盘口 各位 这左手边 是我们的当今太子殿下 这右手边 是任安乐任大人 究竟任大人 能不能坐上太子妃 今日 就让我们来赌上一赌 原来诸位在拿我下注啊 那不就是任大人吗 莫非您就是传说中的那位 没错 既然拿我下注 那也得知道我任安乐本尊 长什么样了 各位记得下注多押任安乐啊 荒唐 去命他们立刻撤掉赌局 别啊殿下 这赌局好歹也有您的一半啊 而且他们要是知道您也来了 那岂不是更热呢 大家下注记得下我这儿啊 慢着 洛大人 这 洛大人 没想到平日里看着清心寡愈的洛大人 居然也 他可是这里的常客 真的假的 洛大人经常来这里洋装吃酒 突然发难 哪人就走 这里的管事可是对他头疼极了 咱们开盘口 志徒一乐 您可千万别砸场子呀 谁说我是来砸场子的 事关太子的婚姻大事 我是来成性的 把这个全都给我换成筹码 是 洛大人 那您一定尽兴 一定尽兴 您就是情部尚书洛大人 洛大人 我是大理寺少卿仁安乐 洛大人 初次见面 真没想到洛大人 您竟也是如此美貌 不过话说回来洛大人 您可是第一个敢跟我参与这个赌局的人 你很有胆量 我欣赏您 您也是在京城里 第一个敢对我如此无力的人 下一个 我自然是要押我自己当太子妃了 那我就押 你当不上这个太子妃 殿下 这任大人一身红衣 洛大人红衣一身 这俩人瞧着 分明就是对新人嘛 初遥放我这儿啊各位兄弟 押人安乐 过来 来来来来别客气啊 我呀 我看任小姐的胜算大得很呢 听到没有 过来 别客气 兄弟 过来过来 到我这儿来 过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来来 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 过分了过分了啊 我说 压这儿看不见我 李安乐 放弃吧 不可能 能 殿下要不这样 我们俩口头赌一赌 你和任安乐 你觉得谁会赢啊 弟子元赢 这也太没意思了 他俩怎么走到一块了 听到我 听到我 有点难过分了 至少 最后一辅 有点难过分了 我所有烈起锋芒 你一丝心上约 只渴望不可念想 毫无尽此生又何妨 我为你陡落一身风雪 月光为你停留 不谈风月 我陪着你把命运期望 是我年少久违的梦 微光倾尽了我 若死无悔来世重逢 如何记得我 藏起了不舍 将你的笑脸守望 终又别离别遗忘 我为你陡落一身风雪 月光为你停留 不谈风月 我陪着你把命运期望 你是我年少久违的梦 微光倾尽了我 若死无悔来世重逢 如何记得我 未经许可放 未经许可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